美国最新6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超预期放缓到0.1% 写下2020年8月以来的新低 加上反应美元对一篮子 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也跌到100点关键水平以下 都刺激了令吉今早对美元持续反弹走高 根据国家银行网站汇价显示 截至今天早上9点 1美元对令吉目前已经回落到4.55令吉水平 比较昨天5点的4.5970升值超过1% 分析员认为美国通货膨胀有所放缓 有助于缓解市场对于美联储继续加息的担忧 而这也意味着美元将从高峰开始逐步回落 其实除了美元 令吉今早对其他主要货币同样表现大勇 截至中午12点 美元对令吉汇价暴4.5230升值超过1.6% 对新元则升到3.4338升值接近1% 对英镑也持续保持在6令吉以下水平 报5.9432 本会订阅一下 平均训组合